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过去在讲二二八 讲白色恐怖 他们都讲受难的那种苦难 他们的牺牲 他们的被害的状况 那这些的确都是应该谈的 但是其实很少谈的就是 他们的自己或家属 他们是第三国际 他的那个同伙在基隆被捕了 就把他供出来了 又送到什么立岛 又送到小琉球 又送到土城等等 他大概在七八个楼里边寻回过 一共做了十年 真的恐惧的那一次 就是我在任务 快要搬家 还没有搬家之前 晚上睡觉大概两三点的时候 突然有一把刀子架在我的脖子上 我是真的有点恐惧 可是在恐惧之中 我并没有绝望 没有绝望的原因是因为 我知道他下不了手 你好欢迎收看影响世界 我是黄慧玲 文学记载了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历史 是人民经过灵魂的淬炼之后 流下来的声音 导演王小帝跟一群台湾优秀的导演 精选了十位作家的文学作品 将他们拍成影片和纪录片 我们今天很高兴要请到小帝老师 来跟我们分享阅读时光 小帝老师好 你好 小帝老师阅读时光的计划是拍十位作家 他们的十篇文章 然后画成纪录片跟影像 我们想要先知道 老师们大概选了哪几部作品 了解 对这个案子 文化部主要是希望大家能够多了解 台湾的作家 那我们有请几位顾问 那然后就一起讨论 所以我们目前这个十部呢 有一点时间的考量 就是说对这个台湾的生活经验 所以我们从那个杨奎先生的宋抱夫 然后大概时序来说 有刘大任先生的那个 他有两篇小说叫 晚风熙熙跟细雨飞飞 那导演就把它合在一起 叫晚风细雨 对对对 然后应该算是天文的 世纪末的华丽吧 还有那个夏曼兰博安老师的那个老海人 对 再下来就比较 也可能应该算比较年轻的作家 就是比如说洛乙军的降生师来星座 然后柯玉芬的冰箱 还有张慧金的鹅 对 像我的部分是季季老师的那个行走的书 对不起季季老师应该也算比较前面的案 年代再更早一点点 然后有王登玉就是王登玉他是一个比较年轻的作家 大家比较不知道他 他因为他平常是画动画的 其实台湾百年来的作品真的要选出十部代表的作品 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老师们在选的时候有没有特别的考量 因为我们想说十部组合起来的时候 应该可以比较能够组成一种台湾的生活经验 不同的面向 所以里面就是应该每一位谈到的 包括有一些可能比较不那么清楚的时代的改变 比如说天文的小说里面 还有像洛伊军的这个降生十二星座里面 就是那时候Hollywood Kent的那个春历 整个那个苦闷的打电动的那个成长的年代 所以里面其实还是比如说两性的关系的改变 是季默德华丽里面谈到的 那刘大仁先生更是 因为他写他的爸爸妈妈 而且是从非常个人的角度 但是从那个很深刻的这个家庭经验 就是上一代经过那个整个时代的苦难 那然后在台湾安定下来 那个不会让子女看见的 那个自己的承受 对对对 其实前面一开头看到那个纪录片 是老师们为这个影片拍的 对 季季老师说了一些话 让让就是非常令人感触良多 他讲到当时 他其实是白色恐怖之下的家属 可不可以先跟 请老师跟我们说一下 季季老师的遭遇是什么 好季季老师的这一本 叫做行走的术 他算是比较自传的形式 那季季老师的这个经历呢 我简单说一下 就是他是一个云林 台湾云林的一个女生 当时非常非常向往这个写作的生涯 那他就北上来找到一个可能相关的工作 他就很高兴 就不联考 就直接到台北来参与这个工作 就是那一代的文青是这样子的 是是是 就非常文青这样 然后他就很兴奋来做到这个工作 然后那个时候 大概是应该是38年之后 大概比较早期的这种文青的一个 一个聚集的状态 所以他的那个朋友里面就是 包括林怀明老师啊什么 他们就是就是前面半部 就是大概文青的聚会 那后面的半大版本是描述他的婚姻生活 那季季老师参加这些文坛的工作以后 就认识了一个当时令他就是仰慕的一个 当时已经很有名气的一个记者 他他17岁是一个外省人 那时候季季老师大概还不到20岁 对对对就非常非常年轻 对是 然后就勇敢投入了这个爱情 那他有蛮详细的写他刚跟他见面的时候 然后他们第一次吃饭呢 就是这位帅气的记者先生还有讲一下说他是他妈妈是日本人啊 怎么样他的成长经验啊 后来很多让季季老师一辈子刻骨明清的经验里面才知道 就是他跟他说的大概很少有几句是真话 他当时跟陈映珍先生啦 陈映珍老师他们就这个记者都是很密切的朋友 我常常深夜那个交谈啊测验那个辩论国家的未来 那陈映珍老师也觉得这好像是一个非常狂热理想主义的应该 因为是记者嘛本来就晚回家 但是没有想到后来有一次就陈映珍老师他们全部被逮捕了 但只有这位先生跑掉了 他没有被逮捕 大家都很奇怪 对记者老师没有被逮捕 那后来当然慢慢知道原来是他有一个 因为他以前其实是比较倾向共产主义 所以他来台湾那是可能有 不知道他自己赋予自己还是有小组织怎么样赋予他的任务 所以他被抓过对 那他再度被那个单位情志单位找到 然后要他做一个宪明的这种角色 所以你可以想象他的心理是非常狂乱的 那他的这个时代带给他的狂乱呢 他就完全加租在这个年轻的他的太太身上 我觉得大家真的有机会要找来看行走的数 就是想象不到的那个我就说这种历史的承担 那个真的我看起来都还觉得非常惊心 当时我们就想说我去哪里找这些这样子很有气质的 这个比较有文人气质的这个三四十岁 想一半天最后我就就还是召集了导演们 所以大家看到那行走数扮演积极老师先生的 其实就是王明台导演 我们先讲一个有趣的话题 听说老师刚刚讲到那个积极老师 当年早年来台湾的台北的时候 文坛的聚会在影片里面拍到那一段 对那个音乐记老师当时其实是跟包括那时候有朱熹宁老师 就是那大家知道那个刘慕莎老师是很会做菜的 所以那个那个聚会里面 所以当时我们就想说我去哪里找这些这样子很有气质的 这个比较有文人气质的这个三四十岁 想一半天最后我就就还是召集了导演们 所以大家看到那行走数的数的时候呢 就是看到里面比如说比较扮演 朱老师的也是一个导演 就里面都是编剧导演大部分 然后扮演积极老师先生的 其实就是王明台导演 就是他自己在这个系列里面有拍两个 就一个是廖玉辉老师的这个 这个后来的部分 跟那个柯玉芬的冰箱 都是王明台拍的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王明台导演的演技 真是不错 真的真的非常不错 其实我看的时候心里面有恨了一下这个男的 怎么可以如此 但是把眼光拉远一点 也许这个男生其实就是在那个时代底下的受害者 是 所以老师如何去呈现 因为这个整个时代氛围其实是还蛮早以前 在一个眷村的环境 是 这个也是我们顺便呼吁一下 就是说现在各个地方政府都比较急着建设 但是我们却觉得好多台湾的一些生活的经验 比如说眷村 对 像我们在桃园找到这个马祖新村的时候 真的觉得说 哇 就你真的还好有一个巷子看过去是没有高楼大厦电线杆等等 你知道 在桃园 对对对 你只要站在那村子里就会有一种特别的特别的那个情愫 然后也有在水利局的宿舍 比如说那个逼供他的地方都是好不容易找一些这个角落来组合这样子对 所以季季老师自己看完这个影片他有说什么 季季老师 我想几个老师都蛮紧张的 就是廖玉慧老师 其实也很紧张 因为因为他写了很多妈妈 是是 他就是觉得妈妈就是有一种深刻跟精彩 除了情感以外 他有主观的情感跟客观的这个这个对妈妈的觉得太精彩了 那那可是又担心说会把我妈妈拍成怎么样 所以所以他在我们的那个阅读时光的网站上有写他的他的忐忑 结果导演看到他的忐忑以后 我们有一天大家自己内部看 之前导演一晚上睡不着觉 王明台 结果演了不久廖玉慧老师就擦眼泪了 那季季老师我想更是不安 就是他因为他非常非常坦诚跟成就像你刚刚讲的 他可能几次写作的时候都会情不自禁的大哭的这样状况 所以我相信他来他有比较压抑 但是我也有看到他还是也有一点感触的时候 对好其实他真的要去面对那一段他的过去 其实也是台湾曾经一起走过过去 都是一件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 老师刚刚讲到那个廖玉慧老师的后来 演妈妈的是梅芳 阿姨太棒了 我就觉得这一次看的时候就是你会觉得真的好棒 就是导演们真的都可以说每个导演都非常忠诚对于作家 就是说我们一开始就有贞得他们的同意 请他们可以让我们有一点改编的这个这个空间 但是我觉得每个因为时间很短只有20分钟 戏剧的部分只有20分钟 其实难度很大 没错没错 那可是你就看到导演们真的非常非常用心 就每一个每一个每一个不管是宋豹夫 郑文堂导演跑到北海道去拍那个那个那个雪地里宋豹的情景 像那个老海人郑友杰导演整个是在 跑到蓝宇去 然后像那个安泽宜导演拍的那个刘大任的先生那个 到金门去取景 然后回来再搭布景 你知道整个整个的那个火车里面的都是都是都是布景 对每个导演都非常用心 那我就以王明台导演的这两部来讲 他拍那个冰箱 那柯一芬柯一芬写的这个现代的两性关系 整个内心从二十几岁的不安 那但是其实王明台有取他的两篇小说合起来 所以他本身的写作的时空是非常自由的 所以王明台拍这个时候就非常有电影感 就是整个里面的的的关系变化等等 可是他拍到廖一辉老师的后来的时候 他的镜头就非常安静 他都是完全的让梅芳阿姨尽情的在那个角色里面 你知道那个台湾妈妈的严苛 那个眼睛的杀气 然后对女儿的挑剔 可是自己心里的所有的转折 那最偏心疼爱的小儿子 那种就是其实会纵男轻女 我们自己有一个说法 就是这个系列应该可以算导演们向台湾的作家致敬 就是我真的看出来那个敬意 是讲演员的部分 讲一个梅芳阿姨真的很强 然后王明台导演自己演这个 季季老师的先生 这个角色真的也很很精彩 还有一个明星是徐伟宁 徐伟宁 徐伟宁演可上的这个 世纪末的华丽 非常出色 我以前不是很知道 我没有看过太多他的戏 这次我觉得对他印象非常深刻 很棒 他是一个 他是一个模特儿 的模特儿 那但是你知道天文就是很用功 我看他那个屋檐的时候 几乎就是一个 虽然是可能他自己建构的很多的 就像那个那个 那个谁说 他会建构一个假的知识的系统 但是那个整个对于癌症的所有细胞 医疗药物等等 简直是 那天文当然写一个写一个model 他对他的世界 整个这个物质的世界 气味 所有的fashion 所有的用品 所有的那个以外 但你知道他不是只有在写这个事情 对 那所以我觉得 这个角色是非常进入一个model的生活 所以是导演在怎么样运用 这样好像非常物质表面的一个女性 其实在写更多的东西 我真的觉得导演们好用功 然后徐伟宁 真的非常出色 所以其实是选角选的好 然后角色自己本身他也发挥的很好 是 以前我们是好像没有具体的什么方法可以说出来 生活在台湾那种历史的累积 这一次这样很专注的拍作家们的时候就觉得 哇 好像找到了那个河流 好像找到了那个窗户 对 不是说这十部没有选到谁 而是说太多了 对 老师自己还导演了另外一部作品是汪灯玉的大象 对 我们先来看一下他的五分钟纪录片 好 人生那种最美好的一段时光 有时候想说在写那些故事 也只是想要把人生留下一些 如果可以保留那一段时空 或者说你再回到那段时空会很幸福 我们大家可能会对于王登玉先生比较陌生一点 然后这次老师拍的是他的大象 可不可以请老师帮我们介绍一下登玉 王登玉 是我在拍魔法阿嬷的时候认识的 所以认识很久了 那他们三个到今天都给我一种 那种侠客的印象 因为我们当时魔法阿嬷水深火热非常痛苦的时候 就接到一个电话 就是我们是画动画的 我们知道你们在做这个原创动画 我们观察你们很久 然后知道你们现在那个 有没有什么要帮忙的地方 我们就说好啊 欢迎你们来看 然后我记得是一个 他主动打电话来说 他很想帮忙 对他们三个人 然后有一天晚上电铃就响 我们就开三个多高个子 有一个胖一点 一个很瘦 然后王登玉是中间的 对 然后他们就来看 就就看那个文雅姨之前 我们录的音啊 那个Pencil Test 那个文雅姨录的音 然后就说他们要帮忙这样 就是到今天都给我一个 侠客的感觉 可是里面呢 一个叫郭巴 一个叫大哥 一个叫Fish 但是除了郭巴 还有两个人都不太讲话 那大哥还好 Fish最不讲话 Fish是几乎永远不讲话 那后来结了婚好一点 稍微会 因为太太的影响 可能稍微会讲 就非常沉默 所以有一次我们去帮一个动画一起帮忙站台把手印 他就默默的这样拿了三本小小的书说 老师这我写你看一下 好有空看一下 我就说啊什么 因为我完全没有想到他会 他会写书 对对对 因为他都是一直在画动画 对 然后除了原来在动画公司 后来也在原创的动画工作 结果我回去一看以后 哇我真的吓了一条 他的文字好棒 就是我感觉我几乎可以说他给我的感觉是一种文字的疾敏 就是他的他是非常画面画面想象的 想象力非常丰富 他写的是一个一个一个像魔幻写实一样 就是说这些小小片片断断的 可是里面有我可以讲有哲学思想对我来说 然后有有很跳痛的对于现世所有的困境 都市生活情感 那最主要就是情感 那我是看了 因为我们朋友这么多年始终没有 没有真的深谈过 然后看了小说我才问他 我才知道其实FISH他自己有 有童年的时候有有让人很很震惊的一个经验 就是台风天 他好像才小学一年级 他跟妹妹妹妹妹更小了 台风天 然后妈妈就家里停电了 妈妈说他到地下室去拿蜡烛还是手电筒 结果妈妈去地下室的时候就吐石流 妈妈就没有上来 所以王登玉的小说里面有非常非常 你看得非常非常让人心疼的情感 大部分都是在写妈妈想念孩子 他并没有写孩子想念妈妈 大部分是妈妈如何如何的想念孩子 包括这篇大象也是 所以我就大胆的就是这个争取到 因为我们的顾问都是比较文学或台湾历史方面的专家 就争取到他们看了觉得也就觉得也同意 对所以我也是觉得大家可以看看这位算是比较新的 大家不太他的书是独立出版社出版的 也是可以找原文来看看 就是非常现代的一种年轻人的写作 是 好老师你介绍这些作品真的都好精彩 我其实也还蛮想要问就是老师你如果自己可以选择 在台湾的文学大概百年以来的文学 你自己有很想很想要拍哪一位作家吗 我觉得真的很多 就像那天那天是我讲 我一直讲那天就是因为那个很多作家没看过 记者会那天吗 不是不是 就是所以公司的同事就决定说我们来一场马拉松 就是五个小时我们一起看了十部 就是工作人员导演跟作家一起 那天你看到时候 最后的时候真的会有一种起鸡皮疙瘩的感觉 就是觉得好棒喔 就是大家都会觉得应该再拍应该再做 应该应该再多拍出台湾作家的作品 所以你问我的话 我觉得那那天的感觉就是后来大家比如说神可尚导演 或者王登玉 王登玉说他结束以后回家想了台湾作家的名字 想了一个小时还有不同的名字 列不完 对 所以所以你问我的话 其实我觉得但是我于是就反而没有说很不好 意思或很恐慌说我们没有选谁没有选谁没有这个感觉 就是我觉得真的以前我们是好像没有具体的什么方法可以说出来 觉得生活在台湾那种历史的累积 就是我说这么多不同的族群经过战乱经过流离逃难 经过这样前一天是日本人后来一天变中国人 所有的这种长辈们压缩的这种痛苦 后来又都不能说话又穷 努力生活为了下一代 这里面积压的这种这种我常说台湾的这种是世界级精彩 可是具体说好像说不出来什么 这一次这样很专注的拍作家门的时候就觉得 哇好像找到了那个河流 好像找到了那个窗户 就是反而就坦然了 就觉得应该再多做 不是说这十部没有选到谁 而是说太多了 对 里面只要你翻开那个书 你看下去 你看进去或者你看我们的阅读时光 你就会有那个感觉你会渴望知道更多台湾作家们笔下的这种台湾的经验跟那个时代 而且我觉得看老师的这些纪录片跟影片有一种感觉是这些时代里面的人他们的面貌 他们的声音他们的生活他们究竟是在一个什么时代氛围底下 他们仿佛就从那个片子里面一个一个浮现出来 然后你就比较可以辨识他原来我的上一辈我的上上一辈 他们经历过怎么样的人生 所以真的非常非常推荐大家去看阅读时光 谢谢 谢谢老师 谢谢 谢谢 感谢观看